帮助人 这种需要量在我们每个人之内 但是在现代的世界 我们得到信息流非常大 这样大部分的诉求和呼吁不予理会 疯狂生活节奏 把怜悯和同情放到第二位 可以帮助的时候我们倒忘记 看不到或者完全走过去 那怎么办 如何吸引人们注意帮助有需要的人 如何把慈善事业做成热门 这些所有问题只有一个明显的答案 慈善应当受到奖励 这个决定先让您惊讶 然后让您吸引 结果是把真正的帮助 带给大数有需要的人 收帮助人 并提供帮助人 双方都获胜 创新理念 很快找到了支持者 已经60万个 大家一起慈善计划参与者 以上对慈善事业 改变了原来的观点 只是想象 您提供财政援助 有一天自己开始 得到世界各地人的财政资助 我们开动迅速覆盖全球 真正的慈善接力赛 这意味着我们大家一起 会很快解决任何慈善任务 善良回到您 现在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